课文一,在教室 在教室 我先走了 你去哪儿? 我去图书馆借本书 帮我把这本词典还了吧 好,等一会儿你离开教室的时候 记得把灯关了 课文二,在会议室 在会议室 会议结束后,别忘记把空调关了 好的,王经理两点左右来了个电话 他已经到北京了? 是的,他正坐地铁来我们公司呢 等他到了就告诉我 课文三,在客厅 还差一双筷子,你去拿一下 今天怎么做了这么多菜? 今天是你爸爸的生日 真的啊,我把爸爸的生日忘了 那我们今天喝点啤酒吧 医生说你爸爸一口酒都不能喝 别让他看见酒瓶子 这个笔记本电脑 我去年买的时候要五千块左右 现在便宜多了 我想把这个电脑卖了 再买一个更好的 现在,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电脑 看电子邮件 我已经很少写信 也很少用笔写字 已经习惯用电脑来学习和工作了 哪一天突然没有了电脑 我们怎么办呢?